大家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的兰花该不该丢还是该留 尤其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这个根系基本是没有什么用了 只剩下一个炉头 不过这个炉头还是非常的健康的 又说我们把握好一些方法技巧 还是能让这个兰花继续的生根继续的发芽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少的多菌磷 我们用多菌磷将它兑水 然后给这个根系浸泡15分钟 还有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些这种水苔 也把它放到多菌磷溶液里面 一起浸泡15分钟 让它消毒 因为这个根系很容易被感染 如果不消毒的话 它非常容易被感染 因为它的生长能力非常差 抵抗能力非常差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它进行消毒 那么我们消毒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操作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炉头包裹起来 最好是能多一点 多一点的话 那对它的后期保湿 效果更加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兰花的炉头包裹好之后 就可以把它栽种到这个正常的兰花植料当中了 这个时候呢 尽可能把它种深一点 如果我们处理的好的话 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根发芽的 这倒不是很担心 我们用水苔来包裹这个炉头呢 是让它保湿性更加好 更加的透气 如果说我们直接用植料摘种这个光秃兔的兰花炉头呢 不利于它促使长一些新的根出来 所以我们的方法一定要用对 那么我们把这种兰花摘好之后呢 后期的养护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这种兰花呢 跟其他兰花不一样 它的根系吸收能量呢 能力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要经常给它 在这个叶片里面喷湿一些水物 让它直接在叶面呢 吸收一些养分 因为它的根系没有吸收养分的能力 所以呢 我们只能通过叶面的方式 那么我们后期养物呢 一定要保持这个土壤的湿润 保持炉头里面的这些水苔 长期的保持微微的湿润 这样的话呢 这有利于它后期生一些新根出来 那么我们还要注意 我们的养护环境不能太过于干燥 不能太过于热 如果说带过于干燥的话呢 这个叶片很容易就被枯萎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些要点 才能把这种兰花 养出一些新根 养出一些新叶来